這個遊戲叫做腐朽之都 台灣翻譯叫腐朽之都 大陸是叫腐爛國度 然後我打補丁你們可以看到畫面上那個腐爛國度 這個遊戲原本只出在XBOX上面的 然後 後來又下放到PC 有PC版本 那很久之前我有玩過 但是 那個只是算是玩了一小段而已 實際上 這個殭屍生存 沙盒遊戲是有結局在的 跟著任務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 是可以看到結局的 而且目前是有兩個DLC 那 我從今天開始玩本篇 不知道會玩多久啊 感覺要花很多時間收集或者是怎麼樣 直接開始新遊戲了 愛德 Holy shit 這兩個就是 一開始我們能夠操縱的人的樣子 這個黑人應該算是 玩家最先能夠操縱的人物 好 我們不能只在開門外面 確實在是 Ranger Station Ranger Station 軍球幫助去突擊這 What the hell man 我們去兩星期了 什麼 他們出來露營是露營兩個禮拜 結果整個病毒肆虐大家就變僵屍了 裡面是有寫一些筆記我看一下 遠離三個月 黎明前釣魚 他們發現營地周圍有很多奇怪的聲音 假期結束該回家了 找到救援了 這算是一個突然就面對末日的情況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露營區了 這邊還可以釣魚的樣子 我記得有釣竿可以找 然後拿來這邊釣魚拿吃的 其實這比較符合現實啦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突然就看見殭屍來咬你了 這個才是現實 而且地圖很大 我可以在前往任務目標之前 有沒有附近稍微收手一下 按Z可以處決 等一下 殭屍會聽到我們的腳步聲了 所以想要安全一點是可以繞的 也可以躲在草叢 不過因為之前我有玩過 所以稍微 稍微知道怎麼面對殭屍 所以無所謂了 所以無所謂 有殭屍來我就把他幹掉 什麼都沒留下 地下都死人 你們看到旁邊那個箱子已經被翻過了對不對 然後他會提醒你說這個營地什麼都沒留下 而且這個遊戲調畫質他沒有比較細膩的選項 他只有更少細節更多細節就這樣而已 我覺得我的影片 大小會錄得非常的大 好 這裡有東西 有資源他上面會寫問號問號問號 可以稍微翻一下 這個背包 安卓希芙特的搜尋可以搜尋比較快 但是比較大聲 就是旁邊有殭屍的時候你要小心一點 有槍欸 飛到緊要關頭啊 千萬不要用槍啊 大家哈囉 我現在玩的是腐朽之都 我覺得腐朽之都好像 玩的人不太多欸不知道為什麼 照理來說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生存主題啊 他有趣的地方在於 你的營地中的人撬辮子對不對 他就真的撬辮子了 他不會 他不會說什麼又復活啊 還是什麼可以救起來之類的 並不會 好快 都沒留下 這些小營地我都搜索完了 搜索完沒有東西他會在地圖上面打叉 你們可以在左下角可以看到 我來往任務那邊前進了 這個遊戲不能多人遊戲 好沒有這樣子 這開發商一直說 會研發多人遊戲 哪裡啊 他們還是最後還是沒有做出多人遊戲來啊 你整個很可惜啊 如果這個遊戲有多人遊戲的話 你應該會熱門到爆 可惜沒有 主角 等一下上面有一台車 哈囉大家哈囉 可以跑得更快啊 按shift可以跑但是體力要注意 體力如果見底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 永久把你最大上限扣掉的狀態 你必須要吃東西 他才能回復 呃呃呃呦呦呦呦 艾德不要卡我 這混蛋艾德卡我 這是電腦欸 不用被抓了 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危急的窗框 你如果不救隊友他就被咬瓜了 退一下 這邊有東西可以拿 有可以拿的他會亮亮的 動手快一點 對 natuurlijk 起油彈 該死艾德 把這被他害了咬掉三分之一的血 好快喔 這個藥 我們人物一直練下去對不對 他的能力會越來越高 然後學習到一些 特殊技能 沒有 不是那種 超能力的特殊技能 是 打鬥技能 或者是閃避啊 一些...有的沒的 生存技能啊 可以這樣講 嗯 開三刀 東西會壞掉 需要修理的 所以多拿一些東西在身上算是... 以備不食之需啊 滅火器不能拿啦 沒有隊友不會怎麼樣啊 就是你一個人毒幹啊 毒心俠 喔 水喔 有一個藥 有蛋小吃 自動藥 吃普通的食物 它可以補你體力最大上限 啊 鎖著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跑跑跑 用到體力完全見底對不對 它會扣上限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吃東西 然後補充上限這樣子 喔 有點月啊 我懶啦 這個ID我有印象啦 歡迎烏烏拉拉加入了東八軍 感謝你的訂閱 我先換上一個... 強力一點的道具 我記得烏烏拉拉是... 是...澳洲人是不是喔 有點忘記了 哇 刀子威力好大喔 有一種 劈...劈柴的感覺 這樣是馬上被劈開了 這活來死的 好多死人喔 欸 靠車在外面 怎麼也沒留下的營地 背包有上限 你們看到現在我現在是八格背包 但是我可以找到更大的背包 比如說十格啊 還是... 十二格吧 而且一直打殭屍其實是有好處的 哈哈哈 我可以把我的人物喔 馬庫斯 把他的戰鬥能力練到很強很強很強這樣子 生存RPG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主題真的做得很棒 包含了生存要素 還有... 建造要素 還有RPG要素 真的 喔 要後面啊 艾德 看哪裡啊 喔 我把他手砍下來了 拿力氣的...進戰 真的是...比較有優勢 呵呵呵呵 床頭到尾一直在觸覺殭屍 看一下啦 艾德 生存態度的... 艾德的生存態度是貌似武斷 蛤 他會把一些人物的... 個性啊 寫在這個... 資料頁當中 你們可以看他的一些個性有沒有 受喜歡的白癡 還有他在哪裡出生啊 或者是他一些特性 什麼身手敏捷啊 他的職業啊 是什麼的 好 可以看看自己啊 天生的領袖 超屌 職員 天生運動員 徒步 拿槍其實不用選武器了 你只要按右鍵他就會自動瞄準 你要在瞄準狀態才能開槍 你平常的時候按左鍵他就是... 用刀去砍... 砍人 大本營狀態 這是我遇到第一個營地了 殭屍末日啦 茂斯五段 松下五段 台前道五段 吃飯五段 人很容易死 不小心會被圍死 真的 死了你這個角色就不見了 哦 OK啊 他叫我們爬上水塔去觀察一下周邊的... 情況 呃...這個是保險箱 保險箱你可以放一些... 東西進去... 包包放進去好了 保險箱記得是共通的啦 記得啦 補給櫃 然後你們看到的這些生存者對不對 他...他的狀態要是正常的時候 就是他沒有在睡覺的時候 白天 你可以叫他加入你的... 探索隊伍 就像愛德跟著我一樣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出去冒險 你也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 都可以 完全是自由狀態 呃...我看一下啊 水塔...啊我看到了 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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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班會死喔 會死 這個遊戲多少錢啊 我是在特價的時候買的 好像... 10塊以下吧 有點忘記了 我正在那裡 我會看一看 你要把附近的... 看得到的指標營地有沒有 全部都看一次吧 有問號的 你要... 花鼠放在那邊等一下 房子... 好多地方喔 有些營地我去過了 還有嗎 有看到車輛... 有看到車輛... 沒有了吧 喔這邊還有一個 好成功了 嗚... 聽到有人開嗆的聲音喔 我猜我們不是唯一的人 在那裡 喔唷趕快下去了 呃... 艾德直接掉下去好像不會受傷 我不敢直接跳下來 直接跳下來 我記得會... 摔傷的樣子啊 看一下地圖吧 看一下現在要去哪裡 有個問號檢查... 喔...水喔 現在開始完全就是自有... 行動的狀態 它會出現一些隨機的... 事件 然後你可以去調查 有時候會有... 生存者在那邊 有的時候你就是... 救不到它 你就只能選擇逃跑 之類的 啊... 搜索房屋 好多僵屍在那邊喔 為什麼艾德要自己在那邊嘲諷僵屍啦 喔... 好多... 欸欸...慢慢引出來慢慢引出來 艾德 啊... 完蛋啦 艾德的個性就是貌屍啦 貌屍鬼一個 看見那麼多僵屍它就是要衝進去 等一下喔 好好的 好好的 小心的 把每隻僵屍解決掉 有啊 玩這個遊戲刺激... 刺激的點在於 你的人物死掉不會復活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我不想讓一個... 練了很久的人物有沒有 掛掉了 然後就...就... 很失落啊 很寂寞啊 這個背包不能撿 有些背包是...裝飾品 然後殺了那麼多殭屍 什麼都沒拿到 不知道在衰什麼的 這邊還有一間 隊友可以換人 但是艾德跟我一陣子了 對不對 他的能力會比較好 搜索... 哈哈哈哈 我...我殺槍是我按門 把門撞開就自己 倒出來 有毛病啊這個 小朋友 好快 房子有資源了 被咬了一下我應該還撐的住了 建造...所謂路障就是建造那個... 木板啊 盯上去把房子... 做成一個... 堡壘狀態 不過我現在應該沒有時間去做那個 而且這個...這個房子吶 就是找找東西就離開了 法魯空褲子 哈囉 好多東西吶 好險東西可以堆疊啊 如果東西不能堆疊的話真的很難生存啊 外面很多... 沒有外面好像一直這樣子 等一下 關門一下 關門起來 慢慢搜索 他在敲人門想要進來咬人 啊! 我沒有邀請你 你怎麼可以進來呢? 我也是 這遊戲的光影做得好逼真的喔 是沒錯啦 但是... 他能夠調節的... 細節 顯示細節 沒辦法調 我...我調最低他也會... 顯示出一些陰影啊 或者什麼 所以我感覺... 電腦不好的話對不對 玩這個應該會有點lag 外面有一隻僵尸 我看到地圖上有啊 喔有槍欸 木棍摧毀 我沒有空格拿子彈啊 這個鞭炮 鞭炮是可以用來吸引殭屍用的 就是... 丟在地方...某個地方然後... 然後爆嘛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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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殭屍會被你吸引過去 有各種戰術上的意義啊 可是我現在應該不用啦 還用不到這種東西 我現在需要... 一些更有用的 哇 好大背包喔 哇 我東西好多喔 我想要換這個背包欸 拿不動 算了啦 汽油彈拿掉了 換算更大的背包就可以 帶更多東西了 多了兩格 顆顆顆顆 看一下我的能力啊 你們看我的日誌是不是多了三個人 有一個受傷 這三個人就是我剛剛在 突擊者營地找到的 我能力越來越強了 提高戰鬥力 閃避之後按下滑鼠進行反擊 水唷 免費治療 喔 這個好像是建造營地 建造醫療區 每個人每天都會慢慢的把血量 恢復一部分這樣子 遠處的槍聲 等一下我看能不能開車啊 記者有找到一台車但是沒有鑰匙對不對 沒有鑰匙啊 沒有鑰匙沒有辦法啊 我不能說直接上去就開了不行 有些車可以有些車不行 東西沒拿完啦沒關係啦 剛剛那個是鞭炮 我有看到 而且你也不可能把所有東西全部帶完 你要 折 折衣而行啊 你要必須把不重要的東西帶走 不是啊 不重要的東西留下 重要的帶走 就這樣子 等一下後面殭屍 如果不把殭屍解決掉 他會追很長一段時間 一刀頭就爆了 太棒了馬庫斯 你們現在看我好像解決殭屍好像很簡單對不對 哇 強身在前方 你看我解決很簡單 是因為現在殭屍很少 而且很嫩 他們的眼睛 你們仔細看現在是黃色的 在晚上的時候會變成紅色的 那個時候就不一樣了 欸不對 喔 我不敢跳 我是膽小鬼 這個遊戲之前有玩過一小段時間啊 真的是一小段時間啊 沒有破啊 靠怎麼越走越高啊 對阿 切伏特加1 踢倒殭屍 把敵人打倒在地上 按Z可以秒殺 這個我知道 Z是終結技 他是不是在下面 幫助陌生人 我看到他 哇靠多 他有槍應該 應該可以撐得住啊 靠他就好啦 有槍是老大 快開槍啊 耶 他自己一個人就解決了啊 根本不用靠我啊 還有嗎 喔還有 艾德不要擋住槍口啊 你在幹嘛艾德 哈哈哈哈 而且艾德好白癡喔 我就到瑪雅了 漂亮喔 沒錯 沒有錯 喔 有新的同伴了 看他講話一下 我可以 叫他跟我走 影響不足 我 他對我信任不足 所以他不會跟我走 他對我信任不足 所以他不會跟我走 下鐵絲網跟 做警戒圍牆 這真的是好方法 不好笑的 他現在提示我說 可什麼切斷 他們的關係 意思就是 我可以叫他們滾 這樣子嗎 先回營地再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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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營地再說啦